来到吉隆坡,拉拉仔我就常听到,但Lalaport还真第一次,会不会是拉拉仔的集中营呢? 三井购物广场旗下位于五级缅登城中城BBCC的拉拉宝都购物商Lalaport,回溯1891年,因殖民地政府耗资138000令吉,新建占地10公顷的半山巴监狱。 初期,监狱只可容纳约600名犯人,之后扩建制可容纳2000名犯人,其中第一座建筑物是执行死刑的地点,如今半山巴监狱只剩下一座门墙。 由此有网民声称,拉拉宝都购物商场的门会在无人的情况下,自行打开和关闭,是因为该商场位于半山巴监狱的旧址而闹鬼。 但官方却说,是电动门故障引起的,你认为呢?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! Lalaport BBCC将成为三井不动产在东南亚的首家Lalaport购物中心,其室内建筑面积约为82600平方米,是它最大的商业设施之一。 在正式开业之后,大约有400家卓越品牌的租户组合,也将陆续开业当中包括多家首次进军马来西亚市场的日本知名品牌,这包括Nitori Junojima和Janet by Dundundumki等。 Lalaport BBCC也提供前所未有的美食体验,例如马来西亚首家霍旗舰店,从米其林星级,到这名厨师的新概念餐饮店。 Lalaport BBCC以现代简约和日式风格为设计概念,室内设计,以大自然为主题,旨在打造一个超越传统购物中心的城市公园。 与此同时,国际娱乐巨头,索尼ソニ音乐娱乐旗下流行音乐表演会馆,SAP将入驻Lalaport BBCC娱乐中心,设有可容纳2500人的流行音乐表演厅,而且采用最先进的音响系统及吉差集用技术,让粉丝在此开启崭新音乐感官之旅。 你看到前面那个建筑吗?那是目前马来西亚最高的建筑,莫迪卡118,偷偷告诉你,这里也是拍着建筑最美的网红打卡点之一哦。 很多人都在想,以前838的这个旧监牢会变得怎样? 今天我就带你去看,这里呢,就是它的大门口啊,1895。 是的,没错,整个历史古迹就剩下这个原装不动的监狱大门口,目前是另一个旅游打卡点哦。 所以你在说這两个旅游打卡,请加持鲜井牛熊 cuent financial情况去给 click Internal車掌槽就可以去了, Koh猾猛的槽 arch连一下, ses发生Toca我们的问题